我们经常说一个人心中要充满阳光 每天都是一年中最好的最美好的日子 经常自己这么想 哎呀我今天又这么幸运 我今天又这么发喜开心 不要让自己经常沉浸在一种后悔 耗费精神的一种情绪当中 因为有时候你损失了一点倒是没关系的 但是你一直在后悔 你可能人生比损失更大的损失 就像很多人一样的 别人骂你一下 你回到家伤害自己一百下 其实你犯了一个比错误更大的错误 因为你会让自己在痛苦当中变得更加痛苦 所以经常不要被自己的后悔所掩盖 有时候要离开 离开那些负面的情绪 不要消磨自己的青春 消磨自己的时光 实际上时间就能抑制我们心灵的创伤 所以有时候我们一个人呢 看不到天上的太阳 是因为有云层 因为有乌云压住了你的心 所以你才看不到 当你心想云一定会 乌云一定会过去 太阳一定会来临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一个面对恐惧 不被恐惧所压倒和吓倒的一个 坚强的一个人 所以有时候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像林黛玉一样 看见一朵花掉泻了 它会难过半天 实际上林黛玉当年就是属于忧郁症了 现在就很容易看好了 有时候我们的心情 负面情绪很足的时候 看见一朵云 哎呀想一想 哎呀我像一片云 所以很多歌曲里面就是 我是一片云 对不对 有时候呢又感觉我是 看见这个人间下一滴雨了 哎呀我又很感动 好像我这个在人间就像小草一样 随随便便的 有时候被人家践踏 随随便便有时候狂风暴雨来了 把我变得这么经不起风浪 实际上你要记住 没有一个人可以让你 把你毁掉 因为菩萨 不会毁掉你的 只是你自己把自己毁灭 就像那些吃吸毒的人一样 那些做坏事的人 所以要懂得 不迷路 要有 有人 牵着 我们的手 那牵我们手的那个人是谁呢 那就是佛呀 所以你闭着眼睛也不会走错路 你 过去想想 如果跟佛多在一千两百五十个 弟子整天跟着佛陀 那些我们的佛子们 闭着眼睛也能走在佛的道路上 所以我们有时候人的心态不好 有时候像小孩 有时候像个老人 有时候 我们的心 游荡到任何地方 还不肯回来 所以人 要懂得一个道理 我们站在人间 看到 自己是非常的渺小 虽然渺小 但是很健康 很坚强 我们没有悲伤 我们只有快乐 因为我们心 是很坚强的 我们的生存不是零待遇 我们 我们不会为那些 非常难堪的 风情万种的 人间的一些 看不破的净花水月 而难受 人间不过就是 烟云凡间的 一瞬间 所以师父经常跟你们说 人生就是一瞬间 想一想 我们的年轻时候 不就是一瞬间吗 我们的一生 都不能忘记很多事情 实际上那个 已经应该忘记了 因为那些是负能量的东西 因为那些让我们伤心 让我们悲伤的东西 都不是属于佛 学佛人应该拥有的东西 所以很多人说 人的一生啊 实际上在选择当中 其实台长告诉大家 当你选择好了 你就应该好好地去改变自己 改变你的生活 需要勇气的 不是说 谁找到的路 都能走下去的 改变自己生活 要有勇气 改变自己目标 更需要勇气 有时候靠着你自己 靠着你自己 有时候做人简简单单 平平淡淡 就是你的精神的超然 就是你 学佛人的境界 你既然已经放下了 你什么都平平淡淡了 简简单单 你为什么还要去 在人前要觉得你自己很了不起 为什么还要在众生面前 还觉得你自己功高我慢 这不就是没有好好地理解 众生相吗 当你看见众生 你要使用面子来了 对不对 看见有人来了 你马上就要怎么样怎么样 这做人呢 学会低调 简单 平淡 这个人一生哪有不受挫折的 挫折 把它当成一种散步 散步的时候 有时候会迷了路 没关系 再走回来 因为每个人都会失败 失败有时候就是一种糊涂 一种糊涂 当时的糊涂 你如果赶快地回头失岸 你就不会形成一种痛苦 如果你迷了路了 你糊涂了 你继续往前走 你还执着 那你可能就会成为一种病毒 当你存在着心灵的病毒的时候 你活着就没有幸福感 你的生命还在延续 但是你的慧命已经进入了坟墓 做人要懂得兼听则明 偏信则暗 多听别人好的正面的东西 心里会明白 对不对呀 兼听什么意思 兼就是 主要听师部的 然后呢 听一些正面的东西 你心里会明白 偏信 你去相信 则暗 非常的给你生活 带来很多的暗淡的东西 所以 我们在 无限的岁月当中 生命没有永恒 生命有时候 只是一个微程 一个微粒子 每个人 都会走错 但是 但是别人 为什么会将 有限的生命 活在无限的 为众生 这个 奉献当中 因为他们懂得 智慧 他们懂得 人 不为别人活着 那这个人 就是没有智慧 所以 师父 也是需要你们 好好的努力 好好的努力 有时候 做人 一辈子 太累了 停一下 休息一会儿 看一看 自己的过去 走的 到底是什么路 想一想 你今后 还想走什么路 看一看乌云的 西凤 凤隙当中 钻出的那些太阳 虽然还没有 完全看见太阳 但是可以 持回你的信心 想一想 我们学博人 是应该 想在远方 要懂得 远方 才是我们的家 只有回到 观世音菩萨 妈妈的怀抱里 才会拥有我们 美好的 的人间 顷客之间的开悟 会让你脱离苦海 破迷 开悟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